在清明節前後 紫斑碟都會過進到雲林的林內鄉 那今年目前的遷徙數量大減 有保育協會就指出 過去過進到林內鄉的紫斑碟數量 大約是二十萬隻左右 但目前只有記錄到兩三萬隻 就從九十六年以來開始記錄紫斑碟 遷徙到現在 跌量最少的一年 那是否因為氣候 缺水等因素的影響 還需要再研究討論 拿著補碟網 紫斑碟協會人員正在記錄紫斑碟 遷徙的狀況 但這幾天卻是零星少數的紫斑碟 因為每年清明節前後 來到雲林林內出口段 都能看見大量的紫斑碟遷徙畫面 不過今年清明節過了 紫斑碟遷徙狀況卻不如預期 沒辦法去抓 台灣紫斑碟生態保育協會表示 林內出口段從九十六年開始記錄紫斑碟遷徙以來 平均每年能記錄到二十萬隻碟量遷徙 但今年到目前為止 僅記錄到兩三萬隻 是十五年來量最少的一年 但是否受到氣候缺水等因素影響 還需要觀察 紫斑碟協會表示 一般如果溫度超過二十五度 就符合紫斑碟清洗的條件 但今年大批紫斑碟留在南部 並沒有碗北飛的現象 後續會繼續再記錄觀察 看月底之前是否會出現大量的紫斑碟北返 記住我的雄雲報導